- 把位护核心融入灵魂,建筑行动解放针包记者刘建伟伟大时代,核心领航。 - 党、国家和针对事业,智得历史性成就,发生历史性变革,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,在于习近平先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之一。 - 一个国家,一个政党,领导核心至关重要,拥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,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。 - 坚定维护核心,对我军来讲,最重要的是,全面深入贯彻军外主席负责制。 - 参加两会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委员,在分组审议和讨论中一致认为,要把维护核心融入血脉灵魂,化为忠诚信仰和政治自觉,即刻印于心更进诸于行。 - 使中统党中央,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,坚决听从党中央,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。 - 增强四个意识,坚决听从指挥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,回望人民军队建设成果。 - 一幅幅蓝壮阔的强军图景,呈现在军队代表委员面前从东海之兵到西部边陲,从北江山路到南国雨林,习建平强军思想激起全军官兵热血血忠诚,担心创委爷的滚滚浪潮。 - 人民军队重上到下,从内到外都发生了深刻变化,军心志气凝聚,传统本色回归,威信形象重塑,大营能力跃升,挥聚成不忘初心,众志成成,砥砺泛尽的强军洪流探寻成就背后的原因,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郑伟臣。 - 建飞代表说,坚定维护核心,坚决听从指挥,全面深入贯策军委主席负责制,是取得这一切成就的关键。 - 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,是宪法克党将规定的重大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,是党的领导地位,在军事领域的集中极限,是坚持党对军队决队领导的最高实现形式。 - 陈建飞代表说,全面深入贯策军委主席负责制,关乎母军建设根本方向,关乎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发展,关乎港和国家长治救安,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。 - 我们必须坚定无疑忠诚核心,勇敢核心,维护核心。 - 这是军人最大的忠诚,也是铁规解律,必须始终不予坚持。 - 作为强军新军京城的亲历者,建筑者,来自不同岗位的军队代表委员有一个共同的认识,全面深入贯策军委主席负责制。 - 头脑要特别清醒,行动要特别自觉,必须确保一切重大事项,有习主席决定,一切工作对习主席负责,一切行动听习主席指挥。 - 要做到这一点,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,坚定四个自信,做到两个维护,贯策军委主席负责制,坚决听习主席指挥,对习主席负责,要习主席放心。 - 东部战区杜军副司令员詹玄凤代表说,权力深入贯策军委主席负责制,最内在的是理论和思想上的认同。 - 四个意识树立的越牢固,对党忠诚的信念就会越笃定,与党同心同德的情感就会越深厚,听党,指挥的行动就会越有力。 - 盘点过去,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委员感受一致,全军官兵,始终把全力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,作为最高政治任务来落实,最高政治要求来遵循,最高政治纪律来严守。 - 四个意识的进一步增强,两个维护更加自觉,并由此催生履行使命的强大动力。 - 可燕于心,体现在一言一行,全面深入贯彻军外主席负责制,绝不能指海在嘴巴上,必须可燕于心建筑于行。 - 这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委员的共同感受。 - 来自军委后勤保障部政治工作局的徐心林代表说,全面深入贯彻军外主席负责制,作为一项根本的,最高的政治要求,具有丰富内涵和鲜明的实践指向,它必须是全面的,无条件的,具体的,也必须切实落实到全军委一名华兵的行动中。 - 维护核心不是抽象的,体现在一言一行,不只看表态,更看实际行动。 - 徐心林代表说,我们要把号令当铁律,自决做到习主席提倡的坚决响应,习主席决定的坚决执行,习主席禁止的坚决不做,确保另行禁止。 - 徐心林代表认为,把维护核心,拼从指挥落到实处,必须自权用习近平先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,指导工作,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。 - 军队代表委员一致认为,要把全面深入贯彻军外主席负责制,贯穿到实现党在先时代的强军目标。 - 全国成各领域 - 具体来说,就是要贯彻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重大决策部署,落实习主席讯次训练和重要指示批示。 - 吴鼎重庆总队政委修长制代表说,如今,每一级当委,每一名官兵,都在深化理论武装,自权开启追随,服务位战打仗等方面埋头苦干,争者实干,切实让维护核心落地生根。 - 对我们基层部队而言,维护核心,拼从指挥,就要认真组织好每一次训练,高质量完成每一次任务, - 确保党中央,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一声令下,就能决战决胜。 - 来自陆军的将巴克朱代表说,全面深入贯策军委主席负责制,最直接的体现,就是不折不扣,把习主席决策部署,贯彻好落实好完成好。 - 来自陆琴保障部队的王辉沙代表深有感触地说,领导干部是建军建军的骨干,强军新军的中间,在全面深入贯策军委主席负责制上,责任更重,标准更高,要求更严,必须站在台头,当好表率。 - 军队代表委员一致感到,领导大部既要带得学习,深化理解,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,更要一级带着一级干,一级做给一级看,以全面深入贯策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模范行动,带领部队战斗力建设不断提升。 - 准备打仗,力气通领练兵卫战的环和刚解放军和五顶部队代表委员一致认为,全面深入贯策军委主席负责制,最关键的,就是要专好领练兵卫战工作,始终保持高昂。 - 的精气神,保持建在线上的紧迫感,确保党中央,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一声令下,能够决战决胜,不如使命。 - 习主席强调,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,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,向能打仗,打上仗聚焦。 - 因为来自战区的代表谈到,全面深入贯策军委主席负责制,就要深入学习贯策习近平强军思想,力气通领练兵卫战的混合纲, - 把新时代军事战略思想,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,作为重要内容突出出来,更新思维理念,提升练兵被占层次。 - 人民军队终于党,时刻准备上战场。 - 来自陆军的谢正义代表告诉记者,新年度训练大幕开启后,他所在部队全体官兵文令而动,攻满弦章,训练场上战车轰鸣,铁流滚滚,一派龙腾虎跃的练兵上进。 - 近去年一年,全军就累计组织一百五十多个专业,一万八千余场比武竞赛,前后有二百多万人次参加。 - 以为来自军委机关的代表说,在练兵被战中,把军委主席负责置落到实处的理念已深入人心,全军官兵把全部心思和精力下能打仗,打胜仗聚焦,扎实推荐练兵卫战工作。 - 盛战,是一支军队存在的根本价值。 - 今年一月四日,习主席出席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,并发表重要讲话,会前签署中央军委2019年一号命令,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里,吹响了联兵被战的号角。 - 全面提升核心军事能力,在被战打仗的征程上。 - 步履空枪,就是听党指挥最直接的体现。 - 这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委员的共识。 - 来自北部战区的桑继会委员说,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,既要在理论和思想上认同,又要落实到联名被战的实践中。 - 一位来自空军的代表自豪的说,去年,空架兵万余人负七个省的不同地域也赢助续,航空兵部队上高原,赴远海,驻岛交成为常态,对抗空战,突防突击等作战贺务训练。 - 较上一年大幅增加,越是脱胎化股越要维护核心,越是唤语高飞越要听党指挥。 - 代表委员们的丁征誓言,也是全军光临的共同先生。 - 在党中央,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,全民军队必将步履铿锵,但涌向前,在强国强军征程上,不断扑起心偏章。 - 刊于3月12日,解放军报表本来源学习军团,ID,Zwexy军团,综合解放军报,图片来源于网络感觉不错点好看,专载请注明出处。 - 监制,王士兵一张小辉则编,杨清刚渡海风。 - 元二应想起内,王民喜用都不同的。 - 而有一条例子兵 Und二应用都 changer重奉了。 - 一条例子兵一扛一容。 - 冉帐开哦ئл岏。 - 息兜运力比《座能够》 factor晨父同学节省、 感谢观看